大家好,欢迎你们收看100PM的中文电视台,我是李曼怡,我是陈罗言,是发生在中台大学的。 中台大学的学生做了一个五分钟的短片,因为爱的告白,内容是学生要打电话给最亲的亲人跟他们说,我爱你三个字。 在录影当天,乔免相当搞笑,因为学生们都非常尴尬地拿着电话在家室里面跟最亲的亲人说,我爱你。 可是最好笑的,反而是家人的反应。 有一位妈妈以为儿子本来是要打电话给女朋友的,有的以为是老师给的作业,有一位哥哥还惊讶地用账话来回应弟弟。 喂,妈,喂,爸。 喂,阿娜,喂,爸。 什么事? 没有了,没有了。 你在干嘛? 我爱你。 爸爸,我爱你,我爱你。 好啦,我爱你。 想要跟你说我爱你。 很远点,还没到啊。 今天不是我的事,是你为什么这样跟我说啊? 没有,我是很爱你啊。 说你怎么啊? 我爱你,你有听到吗? 你跟我来老师叫你亲的笨子啊? 没有啊,是想说我爱你啊。 你别说啊! 今天为什么要说这... 喂,哥,我爱你啊。 我爱你。 我爱你。 我今天要报答的新闻是关于麦当劳的薯条。 最近有网友发现, 马大劳的中包和大包的薯条价格只差了10块钱而已。 但是大包的薯条才多了10根。 炸钱很贵,让他们觉得很生气。 生气的原因是因为,他们觉得一根薯条要一块钱实在太过分了。 有报道指出,中包的薯条一块钱有30颗的分量,反而大包的薯条一块钱只有25颗的分量,为什么越大的薯条会越贵呢? 网友的影片上网不到两天,已吸引了23万的人收看。 他们觉得每一次买薯条的分量都不同,网友还骂他们一直都被麦当劳骗了很多年。 他们表示以后也不会再花10块钱买大包的薯条了。 回应这篇报道,麦当劳说,他们以后会加强员工装薯条的训练,希望以后不会有同样的事情发生,可以让买薯条的客人吃得满足。 谢谢大家收看,晚安。